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 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讨论到了 是前几天大家都好有感的 303全台大停电 尽管对经济部长王美花 在当天晚上就率领了台电团队 出来跟大家说明 强调是人为的疏失 不过很多人当然就跟部长来要鸡排了 当时不是赌说 不会这样子的状况在发生吗 怎么那么快 又在蔡政府任内第五度的上演了 而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个王美花昨天来到了立法院 她就说到了 给国人担保未来的一年内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疏失了 网友就酸说 好你说的是一年内 那么是一年一过 第二年就很难说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执行画面 昨天发生这么大的 全国性跳电 那请问部长 近期内 会不会再发生 类似的情况 一定不要再 让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数据 再发生 能不能保证 是 一年内不再发生 是 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 给国人的担保 是 在发生类似的情况 你要负什么责任 当然 如果 再有这个发生 是 绝对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就应该要负 应该有的责任 在发生类似的情况 一定会离开这个位置 对不对 我想 作为一个政务官 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 长官的要求 我们一定都会遵守 有看到这段质询吗 就是说不出口那一句 我会下台负责 而且其实昨天 不只曾明总问了 包含了立委 万美龄也问行政长苏贞昌 那么你来讲讲 你会不会让他负责 苏贞昌是说 我以我的团队为荣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要来做 内阁改组的意思 连万美龄都忍不住说 我觉得你对 王美花部长 有特别大的宽容度 不过我们那里看到的是 之前815 不是全台在大庭店吗 经纪部长当时 李世光 就请辞获准 同样的理由 都是人为疏失 为什么有人就问了 王美花还可以屹立不扬呢 我们的电影来看到的是 303全台大庭店 现在桥头地检署 要查分明了 到底呢 这513 517跟303 是不是里面 有涉及到什么 人员的步伐 也不排除 要找场内的人员 来相关说明 其实513 517 都过这么久了 当时不查 现在才要跟303一起查 大家都打上了问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是有相关的吗 外流的报告指出 电厂值班的主任 是操作错误 是不是又打算要甩锅 给基层人员了 那么我们但也能看到 是其实隔天 包含了总统 也到新达电厂 行政院长 甚至也下到了南部去 说台电应该借此替力 严以救责 还要他们记取教训 但是有用吗 台电电网脆弱 原生曝光三接 超高电压的电缆 进收标准验收 降低了标准来验收 很多人都说了 其实国外都有智慧电网 只要有一个地方 出错的话 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但是台湾不一样 轻易反而动全身 一个地方坏掉了 其他地方就会跟着 不能动了 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 大停电的状况 台电美佛国家 大事就出事 尤其是说 有人就说蔡总统一定很傲 好不容易 蓬佩奥等到他来台湾了 没想到遇到大停电 所有焦点都被赶走了 我们来问一下兵哥你怎么看 现在才要究责 那么之前的那些停电报告 你都没有学到教训吗 王美花说 他保证一年之内 不会再让这样的疏失发生 请注意他就讲 这样的操作失误疏失发生 所以下次他给 所以他下次给我们理由一定不是 可能又是什么地质 山基 什么造成的什么结果 他只要换个理由给你就好 他一样不用下台 因为鸡排也是这样 他说这不是缺电我不送鸡排 因为名词是由他们订的 所有的文字的定义 是由他们决定的 他每天跟你下掰就好了 他怎么敢保证 实际上王美 请问一下王美花懂什么电力输送 他根本就不懂 他真的了解吗 他什么都答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一问三不知的部长 为什么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是国文老师 我也觉得很奇怪 莫名其妙 然后我也觉得你们万美林也很狠 你去问苏贞昌要不要 要帮内阁改署要不要把它换掉 你以为苏贞昌换得掉他 你以为苏光头有本事动他吗 他是蔡英文的人 你搞错了吧 所以我觉得万美林委员 这一点蛮恶劣的 你去问一个苏光头不可能的任务 你以为他是Tom Cruise 他能够达成吗 不可能那是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保证 类似的问题一定会再出现 为什么 就跟郭董讲的一样 我们真正的贈结 是因为我们电根本不够 是因为缺电的问题 每一次缺电的时候 台电就找了一大堆借口 这也不是台电本身想找借口 因为台电也是有苦难言 而且经纪部长是不是有 比较像国文老师 只注重修辞跟名词的转换 这个部长根本基本上 我觉得废物一个 什么事情都不会干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一定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现在为什么你看 突然之间杀了个借势 你看林楚英一直来讲 这是不是有内鬼 然后马上检掉就要大批搜索 还要连过去一并调查 你知道这在干什么吗 这个在转移目标 又在卖你芒果干 要把责任全部推给老公 反正都老公害了我就没事了 讲笑话 我告诉你内鬼有没有 真的有 内鬼是谁你知道吗 内鬼就是蔡英文跟民进党 就是因为你把台湾的 整个能源政策搞烂 你害了 蔡英文你不要忘记 民进党你不要忘记 你们是保证2025年 绿年要达到百分之二十 我请问一下你怎么答得到 你达不到是不是势必要缺电 把台湾的能源害惨了 台湾的民生过苦谁高兴 老公高兴 所以谁是内鬼 你是内鬼 你们还怀疑吗 内鬼就是你民进党 就是你蔡英文 你一定要把台湾搞烂吗 那现在去讲什么电网 要扯到2010年的事情 我告诉大家 最贞洁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电 根本不够用 我们整个电力能源来源的结构 太脆弱了 随时都会垮掉 你只要稍微有个电场跳跳 就全部大家跟着一起跳 所以真正的癥结 不要被民进党模糊 民进党根本从头到尾都在骗你们 因为他们就是内鬼 不过我们要问一下 就是原知议员 你要看一下现在他们打算 是不是有什么甩锅给基层人员了 而且虽然说一年那也不会再发生 可是其实去年等等不到一年 就已经发生了好多次 你还相信这个政府所说的吗 当然不相信 而且我觉得这次也甩锅不了 我真的觉得台湾也没那么好骗 我觉得第一个除了要追究王美化责任 也要追究蔡英文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停电是很严重的事情 它影响昨天台湾多少人 关我们新北市就影响89万人 我们400万人影响89万人 难道这个事情不应该 总统应该要负责吗 你以那影响的程度来讲 第二就是说 整件事情就是归根就底 就是蔡英文的能源政策的问题 你当初能源政策订定非核家园 2025年 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通过一个乙和养绿公投 你也不愿意执行 导致于现在因为出现电力不足 引发了这个大缺电的状况 当然他不承认是缺电 但我等一下再讲 但是这也是因你而起 所以你难道没有责任吗 所以今天我看到联合报 有一个倡议不错 她说台电的董事长 应该由蔡英文来做 这样他就不能推卸责任 这事情何等重要 你不能因为 每次出现有停电的问题 就台电的一个理性主任 操作不当问题 然后往上追大家都无责任 那你这个官也做得太好了 所以应该由蔡英文 来做台电的董事长 以后出问题 蔡英文自己要下台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 然后第二个我要讲 苏贞昌你也没有责任吗 苏贞昌你不是讲说 你很重视细节吗 你跑到一个高雄龙总医院 人家院长把医院盖好 你都为人家做停车格有几格了 他跑到新竹一个国小区 人家告诉你说教育要怎么 政策怎么规划 你为人家旁边素是什么品种 你不是很重视细节吗 为什么台电的电厂的细节 就算是人工 我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是人为疏失 你人为的SOP 这个细节你怎么没有掌握 你整个房贷机制没有落实 这个细节你怎么没有掌握 所以你苏贞昌你呈现细节 你只是所谓的欺善怕恶 你看人家院长好欺负你骂人家 你看人家校长好欺负你骂人家 你看到王美花后台很硬 人家的老板是蔡英文 先生是国安会秘書长顾立雄 你什么都不敢讲 你就被人家看破手脚 然后再来我最近看到很多 不伦不类的比喻你知道吗 说什么 他说我们没有缺电 就好比是一个水龙头 我有水 但是水龙头坏掉它开不出来 所以是有水的 问题是水龙头故障不是水 笑死人了 今天我是一个使用者 我要洗手的人 我是一个民众 我管你是水龙头问题 还是水的问题 你就是没有让我洗到手 另外他讲说 一个人开车 我是机械故障 我不是没有油 你一直叫我加油 我就不缺油 我是机械故障 那笑死人 那你这个车厂 你还是给我一台没有用的车 所以你今天对于你政府责任是什么 无论你发电量足不足 你配电的问题有没有 这两个都是你的责任 我退一万步讲 即便是你发电量有 你配电有问题 你还是要去改善 在2017年815大提電的时候 那时候就说是配电的问题 然后蔡英文说 这个系统的配电问题 都是前朝马英九的问题 他觉得一定要改革 那个是2017年讲了 今年几年 我数学不好 2022减2017 也过了五年了吧 那你还在讲说这个系统问题 那你这五年你在干嘛 在吃饭吗 在睡觉吗 所以要你这个总统没有用 你为什么还不下台 去年513 517 连续四天停电 蔡英文说 连我都很难接受 那你这很难接受 那去年517到现在 也快过一年了 你这几年有痛不欲生吗 你有朝夕 每天想着这个事情 你要把它改革 每天督促 王美花叫要去改这件事情吗 没有 人家讲说常常 民进党的政府 都是今天公计 明天忘记 现在是今天停电 明天电电 你完全忘记这个事情 然后等到再发生停电的时候 又去找一些什么人为疏失 跟我无关 没有缺电 你们不要乱讲 那我们到底要你这个政府干嘛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追究责任 这个责任非常多 蔡英文绝对有责任 是不是他绝对有责任 王美花也一定有责任 然后你知道 刚刚我们不是讲到说 俄罗斯现在攻击 乌克兰核电厂吗 那现在 因为我们人家都在讲说 那不管国民党的立场 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当初 北部如果说 以核氧绿公投有过的话 那个北部的供电 有足的话 就不会出现 就是那个跳电的状况 然后结果民进党 或者是绿营的人就讲说 还有你没有看 俄罗斯现在都去打那个核电厂 好危险 所以你还敢要核电厂 拜托一下好不好 人家他那时候要去 他们现在去供那个核电厂 原因是因为 那个核电厂 他供了乌克兰全国 大概25%的电 他是要 他没有要去毁那个核电厂好不好 刚刚拼哥也讲了 他怎么可能要同归于尽 他是要去控制他的电 那你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今天在台湾 不管是盖核电厂也好 你盖火力发电厂也好 人家也是会来控制你的电好不好 不倫不类比喻 我觉得最离谱其实是民进党自己 你知道那个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有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我们新北市的议员 他提出一个构想你知道什么 老共一直用飞弹对着我们 我们应该要用飞弹去打他们的核电厂 然后他把中国大陆核电厂沿海全部秀出来 他说应该要去打他 这个是民进党的思维 然后你今天来跟我讲 这样子核外卸 我们是不是有点外卸 是 第一个就是 一样两岸同归于尽 然后第二个就这也违反 那个战争的日内华公约什么的 所以你民进党在搞什么 从上到下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就是舰长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尤其是刚刚袁之歌有讲到的是 能源对于战争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电力又对于台湾来讲 相对来讲更短缺 就连企业界都已经在提醒 有缺电的危机了 更别说如果以后 如果台海真的面临到战争 可能我们还没打仗之前 这个电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我们要回想一下 记得当初2016年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指责说国民党 台电内部一定有长电 可是现在已经五年了 那个电挖出来了没 没有 然后现在又说有内鬼 反正通通都要把责任往下推 基本上像我们以前船上 在做各种维修的时候 也跟台电非常类似 我们第一个要挂牌 然后第二个有一个SOP SOP不是用背的 当然也要用背的 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 是领班拿着那个念 然后他念完之后 下面的技工要操作 领班盯着看有没有按着操作 所以绝对不会漏了哪一步 那为什么会漏 是因为你要赶 你要赶着送电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电力不够 那电力不够对于军方的影响是什么 例如说你突然停电 对不起 左银港停泊的新一代舰 跳电 跳电了 海军司令部有爆出损失吗 对不起 那一个一个基板 只要打坏了 那个都是百万美金以上 那个绝对不是说 我们看到赔最多的是台积电 不一定 赔最多的可能是海军司令部 你有要补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讲 用电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军方对于军方来讲 重要的雷达站 重要的飞弹阵地 甚至作战中心 我们都有所谓的发电机 但是如果台电能够提供 完整的双回路 就是我一条回路断了 我还有另外一回路 稳定供电 可是台电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不敢涨电价 怎么叫不敢涨电价 之前油价一桶30元的时候 我们的电价2块多 现在油价将近100块了 我们还是2块多 大家以为台湾